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Peter 去到第六日和大家看Summer Sales Steam 那今天呢 短一點好不好 真的短一點 之前說過不如想短一點 但是說說說說說 昨天我明明很少怕的 但是又說了9個字 OK 今天真的短一點 第一隻說的就是Shadow Warrior 我忘記按進去 Shadow Warrior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已經出了兩集 第二集呢 又很遺憾地 不是太好玩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是想玩Shadow Warrior的話 今天就玩第一集算 因為第一集始終是 比較便宜一點 還有它 你又不可以說第二集是真的好不好玩的 但是以它的價錢來說 就不是那麼好玩 那你第一集去到這個價錢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期望它 有很多東西很精彩 很豐富地讓你玩呢 不會啊大佬 別人收你20幾元 但是二十幾元 給你玩大約 都成八九個小時 如果你快的話 其實抵到難了 對不對 那Shadow Warrior呢 其實就跟 其實很久之前已經有了 其實都是 DOOM 那類 DOOM就是第一隻的FPS Game 世界上 那跟著就衍生到Wolfenstein 所以衍生了Quick 其實大家庭還有其中一份子 就是Shadow Warrior 那Shadow Warrior 其實以前是有一隻 全部都是格仔的Shadow Warrior 那等一下會按給大家看 這一隻呢 就是一個全新的Reboot OK 但是呢 舊的Shadow Warrior 作為 第一隻 就是DOOM 和Quick 也好 什麼差也好 他們都是以 開槍來做第一身射擊遊戲 那Shadow Warrior 除了有射擊之外 還有近戰這個元素 無論是那時候還是現在 都是極為罕有的 OK 好少呢 你玩第一身射擊遊戲 你玩第一身的遊戲 你是會見到 什麼鬼 如果你玩第一身射擊遊戲 你是做近戰 你是要砍人 那如果你出旋風 砍了怎麼辦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 劍術來說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 轉身的動作 轉身到 搖來搖去 搖來搖去 就是有個人呢 很有趣地 做了一個第一身的 巫師3的MOD 然後你玩的時候 你發覺 這傢伙不斷地 轉圈 轉到跳舞 要怎樣玩 OK 很難得的 Shadow Warrior 是能夠做到 旋風站的動作 但是不會令你暈到嘔 OK 總之二十多元 你馬上買了它 它有個collection 那它就有 Shadow Warrior 的一個classic 那classic 那classic那個呢 就 都是這樣 起了格子的 OK 但這個classic redux 已經是改進了少少 其實就是 例如Penscape Torment 重製版 那一類 其實起碼這遊戲 是16比9 OK 就是玩到先 這樣 那價錢也是很便宜的 其實Steam都可以賣的 OK 多數它們都是送的 那 那隻遊戲呢 真的就是以前DOOM的畫面 不知道要不需要用DOS來玩 OK 那隻就真的很舊很舊 那 Shadow Warrior 2 Shadow Warrior 2 其實它就 加了少少什麼 加了少少Diablo的元素 你要不斷地打一些重複的關 去拆一些怪 去掉東西給你的 所以是比較煩焦一點 因為你玩Shadow Warrior 很明顯就爽了 那你無緣無故又加到這個 的元素下去 就是 是為人救病的 OK 這個旋風斬 這裡就是 然後呢 今天是講一些雜遊戲 其實沒有什麼主題 那就是Halo Wars Definitive Edition 那Halo Wars自從 很老很久之前的啦 已經XBOX一開始的時候呢 那已經有 出完幾集Halo 那他就 很想 很想 試一試 弄回原本Halo的idea 是什麼 就是這個即時戰略遊戲 那 其實當年知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Halo的idea是什麼 其實Halo呢 當年是由 這個Steve Jobs 上台 上台 去講的 那我和大家講 Mac機終於有遊戲玩 Mac機有遊戲玩 Mac機什麼遊戲呢 就叫Halo 那Halo是一隻什麼遊戲呢 那他賣Mac機 就是有賣電腦 那賣電腦當然是賣 電腦才玩到的遊戲 對不對 RTS遊戲來的 以前Halo是RTS遊戲來的 OK 那不知道為什麼 講一講一下呢 那整隻遊戲的Fanchise 就被Microsoft買走了 整間Bungie是買走了 應該是說 那Halo呢就變了這個Microsoft的 Title 那就 走了去Xbox 360那裡出 就不是 就不是 不是RTS 是射擊遊戲 OK 是第一身射擊遊戲 不是不是 走去360 走去原本的Xbox那裡出 唉 真是亂了 就變成了這個FPS遊戲 其實當年呢 其實已經有 電腦呢 已經有很多的第一身射擊遊戲 例如 DOOM已經很久了 跟著還有Half-Life 其實很出名 System Shock 諸如此類 但是也沒有一隻遊戲 夠膽走去主機那裡做的 OK 沒有一隻遊戲夠膽 就算做都做得不好 但是Halo呢 是 為什麼這麼出名呢 其實 不是 很少是因為 覺得他的故事 或者覺得他的世界觀 是做得很好 因為來來去去 又不是那些 舊花款 沒有什麼的了 你知道科幻那些 對不對 最難得的就是 他的射擊的系統 做得非常之好 令到 他是一個 主機世界的大膽嘗試 因為沒有人 是可以在主機上面 做一個 玩得到的第一身射擊遊戲 他做到 跟著呢 Microsoft上是高人膽大 開始挑戰了 那時候他們還有 Age of Empire 或者大家很喜歡的 AOC的 開發人 那是做RTS的 那他就請了他們 來呢 就去做這個Halo Wars 就是什麼鬼 又是 回去 變回RTS 那究竟行不行呢 當然可以 在主機上 RTS來說 他是最好的 OK 但是主機上有多少隻RTS呢 就算有 人家都掛不到Halo的Title 對不對 沒有得比較 為什麼他一直以來 都不肯出電腦平台 就是這個原因 這麼多年來都不肯出 為什麼 你來到電腦平台 你一有比較 死了 沒有得比較 你這個 你覺得這個遊戲可以比StarCraft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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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縮不出 你縮不出 你贏不到一個銜頭 就是你一個 其實是高材生班 最後一名的人 你去Band V讀 其實你是會考第一 正常啦 那你就保持一個榮譽在這裡 我們是主機上面 最好賣 和最多人喜歡玩的RTS 鬼不察知嗎 主機上是沒有RTS 對不對 那終於 不知道多少年之後 終於Halo Wars 就由360 搬到電腦出 一開始的時候 都只是在Window Live 不是不是 Window Store出 那近來呢 就回到Steam 其實Microsoft都知道 它自己同一款遊戲 其實在Steam賣 在它自己的Store賣 那個效果差很遠 那你在Store賣的遊戲 例如Quantum Break 例如是Rise of the Tomb Raider 是賣得好過Window Store很多 OK 所以他們不會再這麼封閉 Window Store 有就還有 OK 那但是呢 Steam就必定要放 啊 如果不是 這遊戲哪個會買呢 對不對 那Halo Wars呢 其實呢 就算去回今時今日那個 RTS 的電腦遊戲 的水平來說 其實 還可以的 還可以的 始終它有AOC那班人做底 就不差得去哪 但是他們做了Forward setting之後 做不做得回他們想做那種東西呢 就不太行 又真的不太行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那個設計上呢 是遷就了主機 你要用手掣可以玩到 是極為困難 OK 手掣不是你卡著 minimap 喜歡去哪裏就去哪裏 OK 你要慢慢的轉個鏡頭過去 所以呢 在操作上 單位的數量上 畫面精細度上 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全部都是 held down 全部都低了一整個層次 OK 其實遊戲很簡單 沒有電腦的RTS那麼複雜 那它唯一能夠做的 只不過是另外講一些 Halo的故事 還有做一些CGI 讓大家想看故事的時候 玩得開心一點 這樣 就這麼多了 OK 那大家如果 是以前360的時候 任恨 玩不到Halo Wars的話 很想玩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買一買 因為我今天都看到有人介紹 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人介紹Halo Wars 然後按鈴 按鈴 按鈴 其實它 不止Halo Wars 不止Halo Wars 它還有一個RTS collection 好鬼死正 它把全部RTS的重製 掉了出來 然後一次過賣 就250多元 即是 它還公佈了AOE1 它又再重製 那當然它還未出 就不會放下去 但是 但是 A字頭的東西 基本上它都塞進去 甚至大家的Wise of Nations 都在賣裡面 很奇怪 即是 Microsoft 作為 無論電腦界也好 主機界也好 它自己本身都有硬件 它自己本身都領導著軟件 的平台 不知為什麼 它永遠都不 它現在不知為什麼 不可以繼續出Age of Empire 即是Age of Empire 1 當然是經典 2 就更加經典 OK 3 開始走下波 4 4是什麼鬼 4應該是現代戰爭 5應該是上太空 OK 但不知為什麼沒有整 整個計劃是停了 即是大家 其實你看著 AOE2的玩家的熱情程度 熱情程度 熱情程度 以及銷售的數字 你很難想像到 有一家公司出到第三集之後 它突然之間會 面臨成倒閉的 大哥 是很難很難想像得到的 結果它們的確是這樣 而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 不知道給哪個製作者 重新再試 OK 那如果大家想在現代電腦上面 重新再玩回這些經典 其實可以買一買這個組合包 那當然 你說你其實不說 因為這些經典 用來儲的 對不對 那你等它那隻AOE1 的重製再出來 然後再下一次 再Steam銷售的時候 我們再看回 可能已經加了入裡面 那價錢是會再便宜了 好神奇的 這件事 然後就到Overcooked 那它有一個便宜的 Gorman Edition 減得不少 減得不少 只剩下62元而已 那這個Overcooked 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暫時 其實都很少的 電腦來說 很少是 會分屏遊戲 或者是一個Screen 分享幾個人在做的東西 很少有這些遊戲 因為主機就比較多 但是主機現在都 都越來越少 其實就是 Switch上面才會比較多 那Overcooked呢 就是 解決了這件事 本身這個遊戲呢 是亂到仆街的 是亂到七彩的 那你幾個人 那每個廚師 就是每個廚師 有自己不同的裝扮 你不要管 總之都是廚師 那就是一個 很獨特設計的廚房裡面 在不阻礙到其他人的情況之下 很有效率 很有teamwork 去拿到你的食材 然後煮 還要記得不要煮過籠 Overcooked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記得不要煮過籠 然後再好好地 那些 叫做 裝嵌埋一道菜 再拿出去給大家吃的 OK 是啊 好有 阻礙不了人 很有效率 很有teamwork 你和你的朋友玩 你就知道這個世界 是沒有teamwork這件事的 OK 只會有 你不要阻礙著你 仆街 那裡啊 那裡啊 野食啊 拿啊 快去啊 走走走 不要阻礙我啊 沒錯 這個是 這個是計這個孖車之後呢 一個全新的 友情摧毀遊戲 而摧毀得到友情的遊戲 就一定會是好遊戲來的 OK 這個是co-op game的一個 最大的 也是聖杯 叫做 co-op game最大的聖杯就是什麼 就是玩起來完全不co-op OK 那大家知道怎麼做啦 一定要買啦 然後就去到 都是雜遊戲 今天 Dust Elysian Trail 不對啊 Elysian Trail 因為我經常都記得是Trail 但是 無所謂啦 那這隻遊戲呢 其實就是 早期啦 早年啦 Xbox Live呢 的 那個Arcade遊戲 都不算早年的 差不多 差不多完的了 其實 Xbox Live Arcade 那時候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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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indie game 比較出名的 其中一個 Xbox Live FK 裡面 那這隻遊戲呢 其實就 很有亞洲的色彩 因為很明顯 你見到那個名字 簡直有韓文 那就是這個 韓國人做的 當然啦 發行商都是Microsoft Studio 所以就只有這個 Xbox Live 下載版 還有這個PC版 這隻遊戲呢 是很多 東方世界的 武術元素 但是 它的公仔 全部都是手繪的 加了少少 韓國人 那種 用動物做主角的 動畫 題材 然後最重要 是配合什麼呢 配合它 那些 很誇張的 空中年紀 玩得像Devil May Cry 都不要緊 它Devil May Cry 得來之餘呢 它還要是 有RPG元素 有肉成 買物品 諸如此類的 跟著之後呢 它還有這個 Machryfrania 這樣的收集要素 過場還有CG體 所以其實是 真的非常值得玩的 那唯一 唯一 比較抱憾的就是 那個 死人 遊戲呢 玩的時候呢 你無論斬中什麼東西 它都會震動手掣 你看到畫面這麼多東西斬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呢 你手掣呢 是根本呢 玩的時候 沒有可能是會停止震動 OK 那你的手掣 本來是跟你說 我 即是XBOX的手掣呢 以前呢 兩顆光電池 可以玩20個小時 你玩這隻遊戲 5個小時了 什麼鬼一陣完 價錢上來說呢 其實都出了很長時間的 這隻遊戲 加上只不過 本身都是一隻手繪的遊戲 其實一點都不貴的 那就19.8呢 希望大家可以 試試試 不知道這間公司之後 還有沒有繼續再製作遊戲 其實支援還可以的 不過我現在 5萬 我這隻遊戲我還沒打爆 然後就到 Brothers A Tale Of Two Sons 這隻遊戲呢 就叫做 有一個很特別的類型 你這裡呢 你不會看到有什麼類型 除非你自創 這個類型很簡單 叫做 單人 Co-op Game OK 你看到了 單人 接著就是手掣 OK 寫著一定要手掣才玩到的 OK 單人怎樣 Co-op 那如果電腦遊戲 你為什麼不可以不用手掣呢 這樣 這隻遊戲呢 是 你每一支的 Analog Stick 是控制著其中一個兄弟 然後呢 你的左Trigger 和右Trigger 就是控制著他們 捉住一些東西 那跟著呢 你們就是 用兩個Trigger 控制著兩個人 捉住一些不同的物品 去到解謎過關 謎題就不是很難解的 其實大家 只要稍微想一想 就會想到的了 那麼 那個世界呢 其實都 比較 奇特啦 總之他們說的話呢 我們是不會明白的了 但是他的故事呢 並不需要 看得明白任何的東西 你都可以 看得明白的 OK 你就這樣看他 那些人的經歷 你就會明白的了 那跟著呢 那個 故事是 都很深刻的 最重要是 整個氣氛 是很絕望的 都 最後 我不明白為什麼 他 其實我真的有些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 拿到這麼多獎 和Metacredits 會這麼高分 因為 因為說真的 那個idea 創新來說 只有一個 就是 你用兩個 Analysis控制 兩個人 就是這麼簡單 最創新的啊 這個 那個故事 是不是很創新 不是啊 Crisade而已 那那個 畫面 是不是畫得 很有藝術感 又不是啊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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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是否很好聽 都不是啊 那 那 有什麼 是特別 值得人注意的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 是沒有什麼的 所以呢 不是說完 他還有最大的缺點 就是這個遊戲 比較短 是很短 OK 基本上你玩四 三至四個小時 就完的了 那我都是 考慮了超級久才 甚至 在 他原價的時候 硬了10元 11 12元 美金 這樣去試一試 因為那些人說得很棒 那但是 你們不需要再考慮啦 那現在 9.9 那你 不知道你能不能夠感受到 某些人其實對這個遊戲 這麼大的 奇許 或者這麼大的讚賞 但是 或者這麼大的 情感上的觸動 我不明白啦 那但是 用99元試呢 就不好了 OK 那但是9.9試 OK的 你買一隻回去試一試 如果你是可以的 你告訴我 究竟遊戲有什麼 那麼好玩 如果是不行的 那 就有他咯 10元 那 然後這個就是 Done of four franchise 基本上 他 被Sega收購了之後 他每次 Steam sales 他都會拿出來 買賣的 那麼 這個不管了 記得最新的那隻 Done of rog 3 就完全是 做這個服 記得不要玩啦 千萬不要買啦 說了 在這裡說了 記得千萬不要買啦 那我就是 新遊戲介紹完之後 發現呢 那你新遊戲介紹 那時候 他本身是 Demo 或者Beta 他得了一張MAP 情有可原的 但是你發現他 他媽的出真 真的真的 那隻遊戲的時候 竟然還是只有四張MAP 還有 只有一個的戰鬥模式 你就 你屌他老母 難道你還買嗎 對不對 他 然後他還要更新 免費 更新 就是 加了一個 簽滅模式 玩以前Donna 4 1 和Donna 4 2 那種模式 阿修皮啦 本來就應該有的 這些東西 對不對 最簡單的一個 RTS 最基本的一個模式 就是Annihilation 他竟然是沒有的 他竟然跟我說是 FreeUpdate 還好 賣大包 哇 都是謝謝 真的 OK 但是以前的遊戲 是做得挺好玩的 那其實他有很多的collection 那基本上就 例如 最包最多 就是Donna 4 Fanchise Pack 老實說 都貴 即 例如 我買的時候 我買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止這個價錢的 他還有 他簡直是 那時候 在Humble Bundle 那裡 是有這個Fanchise Pack 說的是 不知道幾 幾元 幾元美金的 就是Humble Bundle 就有這個Fanchise Pack 那我就馬上馬上買 OK 那所以呢 將全部這些東西 收拾了 只不過是幾元 那幾元就當然是看得難 那二百多元 就大家看一下 那些東西是否需要 因為多數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些 betribution的 換衣服的DLC 來的 真正的遊戲 並不是太多 但是呢 Donna 4 1和Donna 4 2 亦都是分開 collection 以防大家 以防大家 已經有 某一 某一集 就不買第二集 這樣 OK 那這隻Donna 4 1的collection 因爲 因爲 當我4 1的時候 其實不流行DLC 所以呢 就全部齊了 那 例如第一集 遊戲去Ear Winter Assault 跟著就去Dark Crusade 和Soulstorm 跟著呢 大家還可以裝Mod 但是 那些遊戲 其實呢 舊遊戲 很多人幫我們寫Mod 那 已經寫到天花龍鳳 什麼東西都有 什麼鬼兵種都放進去 那 所以你玩這隻遊戲 除了你玩完所有的 本身已經有的官方 寫下去的 單位種族之外 你什麼鬼族都可以玩 OK 你知道下一個Mod 所以是蠻好玩的 其實 多一些不同的Value 那幾十塊很難 因爲這個 第一集是不會有DLC的 那 當我4 1本身自己的遊戲 其實就是一個 單線的Campaign 就是你當類似 StarCraft那種 就是一路 一路看故事一路去 一路看故事一路去 那去到去Dark Crusade 其實就做得最好的 那其實就 你是 嗯 做緊一件事 就是 那幾個種族 一齊 去做一個叫 黑暗東征 黑暗十字軍東征的 東西 是的 就去搶某一個星系 那你就要逐個 逐個星球這樣打下去 逐個逐個地圖這樣打開 其實就有點像Total War 那你每一個地方 你要 全職兵力 你每一個地方要收集資源 你每一個地方都要 留守鞏固 然後有時候 你的AI來到 你要自動解決 或者手動解決 諸如此對 那是 除了戰略性之外 還有策略性 在裏面 去到SoulStorm的時候 其實他就抄回舊路 那但是 就是 SoulStorm 你知道是誰弄的嗎 SoulStorm 是 Fable那間 那間公司弄的 因為Fable那間公司 出名寫故事嘛 那威力就 叫他 不如你幫忙 寫個 寫個 劇情故事的 那個campaign 這樣 嘩 不寫有字 可以寫中了服 你現在終於知道 為何Fable他 他收皮了 人家叫他 幫忙寫個 爛鬼expansion 不是叫他寫 Main Game 他都fuck up到七彩的 OK 那你就知道 他究竟Fable這遊戲 如何自己會 收皮了 算 然後 當我科 只用Master Collection 就是那三個遊戲 這個真的很回憶 這個 三個expansion 我都是 立刻 九充去Game店買的 電腦版 很少人 九充去Game店買電腦Game 多數都是 六卡 一不就 海盜彎件 我是九充去買的 這遊戲都是 我還有一隻Deep 唉 人生 那這隻 沒有那些DLC 三副鞋物 那些是沒有的 那你覺得自己 認為自己是否需要 我覺得不太需要 因為全部都是圖裝 最實用就是 有個Tao Commander 因為他的Last Stand 他有個Mode叫Last Stand 那其實是三個人一起玩的 Corep Survival的Game 那 前提是 他根本現在已經沒有人玩了 那 如果你要玩的話 你要找三個朋友自己玩 那你那三個朋友 都必須 本身很喜歡玩這隻Game 如果不是坐在這裡有味 對嗎 OK 而呢 其實你只要有 Retribution這遊戲 你已經不需要Last Stand 你已經有得玩了 本身已經包了 那為什麼Retribution 要拆開這樣買呢 就是拆開那些DLC 就是Tao Commander 還有一個 其實叫 什麼鬼的 這隻 死靈君主 的領主 走去做英雄 就是玩Last Stand 那 這些東西 其實 其實真的沒有的需要 因為這個Last Stand 已經沒有人在玩 沒有人跟你玩的 所以 有它啦 算啦 如果你真的想玩第二集的話 其實呢 所有的Expansion 包起來都是八十幾元而已 這裡就到Paper Please 我講了多久呢 你看看 都講了差不多 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Paper Please 也是一隻 甚為有趣的 Indie Game來的 那近來其實它就 打算出這個主機版 就是 好像在Switch上面出 因為如果這個遊戲沒有Touch Screen 你真的完全 完全不能夠玩 即是玩不到 你這個遊戲沒有Touch Screen 那本來呢 它的Demo其實是Flash版 就是其實它是 這麼簡單的畫面 是Flash都做到的 那當然呢 它做了一隻 的 自己的電腦遊戲 那 就算特價也是買三十元 其實是值得的 因為這個遊戲呢 你可以玩很久 還有 你玩很多次 爆不到機 我真的爆不到機 大哥 它是 你作為一個獨裁國家 的邊境審查員 你要審查其他人的證件 有沒有偽造 為什麼他們要偽造 可能是我國派來的間諜 可能是想走出去 逃走 即是北韓 例如想逃走北韓的一些脫北者 諸如此類 還要檢查一下他們本身有沒有武器 有沒有犯罪的意圖 會不會在關口搞事 會不會在關口人潮密集的地方發動恐怖襲擊 諸如此類 其實全部都是靠你的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有警察在旁邊的 對嗎 然後呢 還有一些神秘組織 例如是反叛軍 會邀請你去幫忙 批帽的人走 之後他們會送錢給你 但是你不知道這是不是陷阱 其實很有可能是政府派來的臥底 給你一個陷阱 讓你知道原來你只要為了錢 就可以背叛你的國家忠誠 那你就PK了 那你收到的錢 基本上被人查出來之後 除了沒收了之外 你還會坐牢 那你家人也會被人迫害的 那你每天做的工作都是以量計算 那就不知道夠交租好 還是夠交水店煤好 那有時候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可以這麼殘忍的 所以他說 能夠過關的玩法就是 今天開煤氣 明天買東西吃 開煤氣那天就不買東西吃 買東西吃那天就不開煤氣 唯有是這樣 什麼 沒錯啊 因為你的家人如果再不開煤氣兩天 其實他 不開暖氣兩天 其實他死硬的 對嗎 會凍死的嘛 但是你不吃東西兩天你都會死 對嗎 對嗎 所以就是開煤氣 就是吃東西 那份人工怎樣都不夠的 如果你不是貪僧枉法的話 你是死硬的 所以真的 PAPER PIECE是一個 很有壓迫感 那很多 你需要在很短的時間裏面做到一個正 做到一個正 做到一個正確的判斷 開始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你就要在很短的時間裏面做到一個 正確的道德抉擇 不是吧 是啊 道德抉擇都是不准想 立刻回答的 OK 這個就是PAPER PIECE 其實它不是應該叫PAPER PIECE 它叫Answer PIECE 那就好了 OK 那今天介紹就這麼多了 其實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想看的 因為Steam Selfset 其實已經 就是重重覆覆說了很多次了 那繼續多次 多謝大家所看 那我們 明天同樣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但是遊戲數越來越少了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再說 拜拜